选前因为干旱持续而备受关注的 一号水利工程发债案 获得了选民一面倒的支持 而州长布朗昨天也顺利的竞选连任成功 得票率竟然高达了57% 领先共和党的候选人卡西卡里的43% 这次布朗州长第四度当选了加州的州长 也创下了州长的公职记录 现年76岁 全美最年长的州长布朗 在周二轻松抛离首次担任共和党候选人的 卡西卡里成功连任 布朗在竞选期间只是象征性运作 主要还是推动他的第一号提案和第二号提案 希望获得选民授权 发行水债券 以及推动雨天措施 州长布朗在昨日连任后的记者会上 感谢选民对他的支持 他同时强调 他的努力使得萧条的加州 重新振作起来 州长布朗自从于2011年重返加沙缅度之后 便致力于改进加州经济 降低失业率和增加教育开支 他的竞选网站主要说明 他在过去减少加州债务 改进信用平等 以及保障拨款推动教育和公共安全事务 这次是布朗第七次竞选加州公职 他只是在1982年在竞选联邦参议员时 败给彼得威尔逊 他在1974年首次当选加州州长 那时他这次的竞争对手卡西卡里只有15个月大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